好這邊看到的是永綿陣 雕刻家直接一樣一如往常先往中廠去 然後這邊冒險家在墳墓區 直接修機 那這邊的話 先笑一下耳鳴之後 騎出走發現是野人 那這邊帶的是底牌加風窗 那看來是還很有機會打開門站的 因為這個冒險家他不會給到你這個機會 如果外面的先知帶傳統沒有問題 他帶這個閃線就是要追誰 好那這邊的話先確認到前鋒跟傭兵在這邊的 那這邊的話直接果斷開球走 好那這邊沒有夾到來不及 那邊雖然說下了一個板 但是這邊的話又防了一下他盲夾 那這邊的話繼續補球之後呢 要到一個房子區了 房子區這邊不好搞 哇這邊雕像的話其實盲夾也蠻準的 但是因為距離太遠了 欸跳上去了 欸沒有這邊這邊這邊沒有沒有產線沒有產線 沒有產線 好那這邊的話直接就開球 球全沒了 那這邊的話冒險家已經沒有在修機 已經先跑掉去摸寶像圖了嗎 對在摸寶像圖了 那這邊的話又到墳墓區之後吃了一刀 一樣轉進去 剛才好像猶豫了一下要不要進墳墓區 這邊直接先閃現出來這邊夾了一下 但是沒有夾到第二下 這邊太趕了可以翻過去慢慢來吧 好這邊再過去之後前鋒要再繼續跑 繼續有在反躲 這邊的話前鋒走位也還蠻不錯的 但是這邊一直被斷路 拉的距離再打第二刀 那現在的話機子因為左上角好像 痾...忘了顯示出來 那所以現在不太確定現在機子到底是多少 現在這邊是一台機量了 然後這邊的話就變成說 掛地下室如果要救這一個前鋒的話 很容易會出事 因為本身沒球了 那現在的話修掉了第二台 現在還剩三台機子 可能在這邊的話就要再看他們這一波 怎麼處理 因為這邊下去應該是 沒有打算救 因為這邊的話已經過半了 好這邊的話 傭兵這邊還沒開技能 這邊不好夾 只能靠預判的方式去夾這個傭兵 但是因為這邊蠻空曠的也很難夾 剛好沒有車來 我的策略就是盡可能不被試抓 只要保平就是賺 確實 那這邊斗舞的求生者還算理智 那現在目前的話還有冒險家在外面 那冒險家的話現在已經好像在翻寶藏圖 因為剛才鏡頭有閃了一下 他蹲在地上摸 那這邊的話 呃... 冒險家一定要去翻寶藏圖 基本上就可以好好的去做把機子補完動作 那這把他們要保平很有機會 因為傭兵有四台機子 那野人是無限豬 好這邊彈了一下 只要不貪就可以了 沒必要貪 時間是夠的 密碼機是夠的 好這邊的話繼續追 要打第二刀了 這邊躲了一下 喔這邊刀沒揮到 繼續再彈 喔這邊 蛇形一彈 拉開了距離 那這邊的話又 還跑到了一個房子區 這邊雕刻家 不想要抓 但是看到冒險家 完蛋了 對 唉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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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唉呀唉呀 這邊這50%的 應該不會真想用在 墳墓區嗎 因為他剛才原本應該開始有去摸那一台機子 那現在看他到底能不能牽制 如果他能牽制還好 牽制不了的話 這跟衰可能就是伏筆了 是的 然後這邊的話 繼續看這邊 房子牽制的話 其實還算蠻好牽制 因為畢竟還沒開二階技能 這邊 夾的話 不僅放的位置 要拿捏好 也要預判那些位置 這邊的話先走了之後呢 不想讓他去輕鬆夾 好這邊吃了一刀之後 繼續往這邊走 那手上還有一張50%的寶藏圖 有點麻煩 好那這邊的話等於說 現在 呃 傭兵是48% 剛才野人是88% 代表現在的話機子 基本上已經是全夠了 只是差在冒險家的這個50% 沒辦法用 對 那現在夾了一波 沒夾到 那這邊的話 保障圖可能連用都不用用了喔 這邊冒險家直接走位走起來 把這個雕刻家溜起來了 這邊插刀沒有 過板刀沒打到 那這邊的話 用兵已經9成5了 要修完了 9成9了 好壓好了 哇 那這樣這把絕對能保平了 再來就是下一把 好吃了一刀開機 哇 這邊真的沒有二階的雕刻家 真的難受 這邊一直不斷的跟你一直繞圈圈 卡你視野不讓你好好的放那個 雕像 但是現在這邊 展現就好了 直接給你一刀 不給你機會跳地窖 喔 那這樣子的話 斗舞打出的 跟那個ZQ打出的平局 在第一 第一 第一局的第一回合 恩 分配的很好 好終於開始玄交了各位 準備要來第一局的第二回合了 謝謝 其實還是很好奇 中全會暗掉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 祭司 剛剛我們大家都討論是祭司 但是說不準 其實還真說不準 也是 他是以一個保平真勝的角度 就是搬祭司 看他怎麼想的 看他怎麼想的 對 保平真勝的角度就是祭司 好不然想保平 又想拿分的話就是傭兵 但是這個地圖 這個地圖 如果你搬傭兵的話 那我就單救 單救你是很難 很難很難拿到優勢的 因為單救命秒機太快了 果然是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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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就雙救嘛 正常雙救 限制G2是一個常規陣容 常規 套路 這邊的貨 是的 小鐵 那是 那問題來是小鐵的 還是卡夢的 應該是卡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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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什麼 野人 我不信 我覺得沒必要吧 夢之女巫打野人 可是不難的 對呀 我覺得沒必要 有什麼說法在這裡面嗎 難道說 我覺得沒必要 這個野人掏出來的 出一點在哪呢 那小鐵用兵 那你只能 你只能這麼想 他相對於前鋒來說 他 他就是無限的 等下那個平均數據 光那個數據就嚇死人了 對啊 如果你不拿先知 我這邊可以帶閃 閃現夢之女巫 可是連你前鋒都可以追到 要是這麼想的話 只能把前鋒的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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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把前鋒 前鋒 沒有 不要先知 我們 不要你再放狗 不要你放狗 那我就帶什麼 閃現 那這樣子的話先知沒有 冒險家沒有 這樣子的組合 機械師很容易被針對馬上帶掉 好特別的選法 這個 有點 有點 猜不透 不要 這個老實是吧 是的 再來就看 DQ他們打出什麼樣的方式 襯托這個陣容 不然真的搭了一個 機械師 怪 難道他們是想要用機械師前面就是 娃娃藏好 然後開始賣人 然後修機 但是因為旁邊三個也不是特別的 壞 就是修得超慢的那種 打孟之女物面對東璇這種 速度效率型的 除非真的東璇自己本身 問題 好這邊女巫出身在 旁邊的沙包 現在往中場去 這邊先看一下左邊有沒有人 沒有人 但是看到娃娃了 不管娃娃 想針對人嗎 然後這邊帶也是底牌加一刀 然後這邊 這邊 看到爆點 那這邊 嗯 但是不一定有看到 把機械師往那邊丟 嗯 因為這邊娃娃打掉一個了 其實她機械師本身就沒辦法修得多好了 那現在的話已經被 包圍之後呢 該怎麼做 哇那這邊的話 如果吃不到一刀 唉呦打到了 那這邊要放狗嗎 這邊的話寄生已經CD好了 喔這邊細節 她利用這邊走過去先要堵路之後呢 讓她自動跟隨回來 然後再放狗帶掉機械師 哇 這個操作順暢 那這邊的話變成只有野人 還有前鋒用兵修的時候 用兵帶來只有23% 那野人跟前鋒接近要70%了 那這邊這樣子的話 機械師的娃娃頂多補掉台機械師 那現在機械師速度完全不夠 那這邊如果賣掉 或者是過半就 哇這連平局真的也開始偷克麻 哇這邊娃娃沒有注意到嗎 那這邊選擇只是先把她趕走而已 那這邊的話只是做干擾讓她耗電 因為耗電的話其實也是讓她沒辦法修 其他這邊的話信土已經走回來 結果她差不多要救了 但是現在好像要過半 過半的話這邊不值得救了 不值得救了 如果過半還救真的就是搞自己了 那這邊的話 故意先把分身寄生在很遠的地方 讓她自動跟隨過去之後呢 確定這個娃娃已經要賣 機械師要賣掉了 那現在機械師修掉兩台 那娃娃也不夠了 那這邊機械師也才差不多七成 接近八成 那這邊墳墓區的話 想要做干擾一下傭兵 那現在三台機械師裡面有一台快亮了 那另外兩台已經修了三層 那這邊速度上帶起來的話 得趕快速度抓掉 第二個人 不然的話她會比較難三殺 那這邊的話開始繼續做追擊之後呢 開始打到一刀 那打到一刀很有可能直接下一秒切閃線 那這邊寄生起來之後呢 野人那一台已經六成了 但是野人修得非常慢 這台已經七八成的機械師完全沒辦法開 這邊的話已經八成了 那這樣子用兵也多 也去修了新的一台 目前那一台是四成 這邊的話帶 哇蓋到了這下頭痛了 那這邊的話機子就算修完了 還有一台被壓著可能還有被敲失場 所以現在東玄才選擇沒有馬上切閃線 帶掉前鋒 因為這邊的話先確定好球 哇但是這邊手速 好快喔 秒切秒閃秒打呀 這個 真的快 這個手速真的快 那這邊確定好他是 閃線之後 會很難去 顧著這個機子 對因為這樣子的話 求生者只要再多修一台 還是有一點機會 現在平局是確定了 但是沒辦法確定到底哪一邊 能夠帶出 三殺或是三跑 對 那這樣子野人修了新的一台 現在才接近要兩成 那這邊打一打沒打到 直接先果冠給他帶半血 帶了半血之後這個 還有球 而且也沒有 閃線了 那這邊娃娃本體的打算過去干擾野人 那干擾野人的話 如果不計身 這台機子也非常非常難守著 因為這邊計身在解了 補個計身吧補個計身吧補個計身吧補個計身 那這邊想 欸這邊彈走就可以打了 彈走就可以果斷打了 沒錯 那這邊的話就變成說 前鋒 呃 這邊如果解掉計身就可以幫忙傭兵 所以這邊 底屋最好還是把 前鋒給放倒 但是沒有他已經解掉了 他這樣就要補計身 補了計身之後可能要掛野人 掛了野人之後要回去守機子 不然這樣子的話還是沒辦法三殺 欸 欸欸欸欸欸 躲在那邊 欸唷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那這邊CD好計身起來 把他掛起來之後呢 這邊機子 守不了了 野人已經八成了 那前鋒注定要把中間那台給修完 因為那看九成已經九成五了 好修掉了 好那這樣子的話 欸沒有 這邊已經壓好了 他將這邊已經確定 可能沒有辦法 三殺了 因為野人把他修完 然後過來救人之後呢 然後插刀之後 前鋒就要看那個 東旋能不能夠瞬間切刀過去 阻止前鋒 好了這邊的話好打 閃現空了 哇這個 急了 哎呀就翻過去了 殘了殘了殘了 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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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閃現食物太致命了啊 傳送過去卡了個板子 那這樣子的話 開門戰 怎麼處理 應該是能拿 對 野人要趕快帶掉之後 因為他們現在兩邊門都還沒開 如果不趕快帶掉就沒辦法守門好 守到了 但是現在的話 用兵還是果斷的在按門嗎 這邊鏡頭沒有看到 有 用兵在開大門已經要開了 前鋒也趕過去了 哇 那這樣子沒辦法沒辦法 時間來不及時間來不及 時間來不及 真的來不及 欸 哇 差一點 差一點 差一點打到也沒關係 那個是技術了 來不及來不及來不及 那這局平了 雙方在地區的比例當中呢 哇 第一把竟然平局了 意外啊 黃教堂 沒有什麼意外啊 想要打硬水利 那我記得來 搬不搬這個技術 我覺得 得搬啊 這不搬 不好走啊 但是 搬了的話 其實 這肯定 肯定給你搬了 對 不太可能放你孟軍女巫 所以說 剩下的考慮就是 東選人到底搬不搬這個技術 搬了的話 對於 對手 搬掉前鋒 搬掉前鋒 跟機械師 搬掉女巫 對的 因為這邊我們教堂 如果還放禮物 真的是皮笑 對 就是野人雙舊 野人傭兵雙舊 是的 這樣的話 但是沒有 沒有人拿技術 妹克到底拿不拿這個技術 如果拿技術的話 就剩下 對那剩下誰拿野人呢 野人 沒有選野人 那就是拿一個空軍以及先知嗎 空軍對陣 標課加會不會有一點弱勢呢 這可能是默認是他玩什麼玩 玩安 可能是默認他玩安 這邊選了空軍 傭兵 所以東璇這個BP就有一個兩面性的 他兩面性的 我覺得 這樣 還是拿焦克吧 還是拿焦克吧 因為已經是有啊 空軍跑了能力 尼克安 對 空軍是尼克安的 而且焦克本來 焦克本來 也是克制一個不當 空軍也是東璇 對 所以在這種BP上面 我覺得東璇先是搬了個槍風 而且相對來講 應該是會在空軍的強行上 而且相對來講 先知也是比較可安的 空軍身上那個槍 對 那這種情況下 雕刻刻這兩個角色 並且這兩個角色又刻這安 是的 我覺得兩手肯定是要選雕刻嘛 我覺得是 沒什麼好處的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 雕刻家是怕什麼 怕祭司的 對 雕刻家是很怕祭司的 對 夾歸夾 我這邊一個洞 完了 非常活了 可能是 猜他會出雕刻吧 主要是這個野人 這個位置不好的 其實哪個野人的話 可是東璇其實我遇過他 小廷加野管的還不錯啊 如果小廷加自場用上去的話 你還蠻有力的 開門家的野人就是 紙一樣 但是還好 但是野人 他主要是 單純走的人 就有 那這邊東璇還選擇雕刻家 雕刻家 應該是確定的了 應該是確定的 雕刻家 這 在我們這次 深淵線下的表現實在是太亮眼了 是的 選出來就是 平起 要贏 搞不好就是三抓四抓的那種 所以 朱學這邊壓力其實 主要給到祭司 祭司這邊 對對對 好那這邊的話 看到這邊刷在 雕刻家在大門 紅坦區這邊出現 那這邊的話 先往那個 小門那邊去了 那 呃 對 帶的是底牌加一刀 那沒有 炊火 對 那些 遇到的是傭兵 回來是傭兵 剛才那邊找人 跑了 但現在等於說 三個人全部聚集在一起 那這邊如果 東璇一師到過去的話 其實算是還蠻好抓 但是現在祭司在做 對 在做 做路的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 變成說 現在大家做拉扯 不想馬上趕快 遇到他先 爭取傭兵 休機的時間 但現在看到 足機的時候呢 選 回看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是先知 有看到足機 但不確定是先知 好這邊看到了 雕像全部存機好 剛才盲夾一下 沒有夾成功 那這邊的話 洞提前打好 剛才沒有注意到 那這邊先知 開始溜起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 他的 欸這邊又傳洞過去 想抓祭司 因為祭司洞用掉了 想抓他 但是這樣子相對的 空軍跟 先知就要修起來了 裕飯 夾 沒有夾到 好 那這邊的話 想把他推回來 推不回來 但是吃了一道 但是給鳥了 想給你拖時間 哇 那這邊真的是配合得很好 那這邊的話 也打動這個洞 很短 沒有問題 繼續 這邊在跨之後 這邊還是沒夾到 這邊直接閃線過去 有點急了 已經急了 這邊被閃線逼出來 代表這個東雪已經急了 那這邊他打到一刀之後呢 空軍已經半台了 先知已經六成了 傭兵已經修完機子了 傭兵已經修完機子了 哇 那這樣子抓到第一個人的話 應該是 三台都修完囉 這邊很不能 哇 這邊又打了一個洞 這邊還有一個窗 有沒有辦法堵他 這邊夾了他一下 沒有倒就 沒有問題 那這邊他打一刀沒有打到 那這邊的話繼續跟他鬧 哇 這邊變成一個 氣死一個大千字喔 那這樣掛一掛之後 就是三台全量 那是傭兵已經先摸了一點點 第四台機子 哇那這樣子的話 呃 第一波 欸 傭兵已經摸了將近快半台啊 這樣這把很有可能被三跑喔 因為槍都還沒交喔 其他的全部都是健康的狀態 哇 那這邊夾到了 但是沒有打到 這邊的話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有沒有 喔這邊直接打了一槍 打了一刀開槍之後呢 有沒有回去夾 夾到空軍啊 哇 靠 這個意外 掛起來然後直接過去抓祭司 然後傭兵就沒辦法修機要趕過來了 這樣牽制到了修機時間 那這邊又夾到了一下 來了個狀態嗎 這邊又打了個洞 有沒有辦法快速抓掉 沒有 這邊看到他了 那這邊的話又感知到那個 有沒有夾到 但是 夾到了 直接用導彈打到了 那這邊的話 旁邊那台機子已經將近七成的時間 七成的時間 還要怎麼去做處理這一波 這一波能不能處理好四個重點 哇這邊又要丟過頭了 哇那這樣子的話 傭兵可以壓人 但是打了牆 有預防 沒有去牆壁給傷害 這邊兩個人一定可以壓機 壓機的狀態下的話 能不能收到這個快速帶掉祭司 才能抓到第二個人 那這邊又夾到了一下 只差一下 那這邊要果斷救了嗎 沒有 欸打到椅子了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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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打了一刀亮機子 然後能不能夠趕快把 這個祭司擾掉 然後才能趕快 第一次開門 但是 追錯邊了 難道要三跑了 這邊空軍已經門要開完了 已經要開完了 這邊又打了一個洞 哇呀這邊 哇傳說回去 就是要跟你耗時間 但是這邊傳送過去 但是這樣子會不會廁跑 這邊拼了一波 技師占得很快 動采人 用手指 reproductive 我排隊 讓ña 溫 school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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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ap 哇這一個反撥 把先知趕走的話就有機會了 現在技師在開門 那傭兵有沒有爬行加速 先知就是不走 我就卡著你 那這邊的話 還有技師在可以 反打打壞沒有 這邊的話被趕走 那這邊傭兵也要站起來 哎呀可惜了 這一把真的是驚險刺激的開門戰 然後這邊要開始了 然後壓力可大了 給你前鋒N掉了 放出了祭司 那這句關鍵就是看這個祭司 能不能把體系打好 那這裡是搬掉了 玩玩的技師 那玩玩應該是要換祭司了 對玩玩跟上戲是誰拿這個祭司了 張宇彥手裡面應該是點一手先知的 那現在這個BP我覺得對於斗舞來說是不妙的 只要把前面就會搬完 玩玩點出了祭司 有沒有可能在第二局就會有個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結果 如果這一把斗舞 他們也三跑 好不好 先不要說四跑 四跑已經 歸正八方 但是如果只要三跑就好 三跑就 全部人都尖叫了 一定尖叫了 稍微適合一點 對 他速的快 然後就有個雕刻 因為他本來這個陣容太多可以追的了 不需要再拿一個不能追的角色 對 那這樣子我三個你可以 好我們這邊看到雕刻家的話 出生在大房裡面 然後有地下室 然後直接去大門推牆區 遇到的是 空軍啊 可以追的 那這樣子的話 追的 欸這邊直接推牆 我要可憐 喔 哇 但是還被夾到了一下 帶點是封窗跟一刀 哎呀 想要創造一個安全點嗎 可能沒必要 但是雕刻家是不怕你板窗的 但是 好在好在 好在什麼 空軍的方向往哪裡 那如果既然一剛開始要這樣子做的話 這個空軍不如 他就直接先去 哇 這邊又夾到了第二下 動機進去了 但是這邊的話 技能也快好了 那這樣子他帶的是 呃 傳送的樣子 哇 又夾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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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 哇哇哇 一個右側盲夾夾到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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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空軍剛開始如果真的要這樣做路的話 他不如一剛開始就做路 對不對 就先把路做好 你再去摸機子 但是他一剛開始順序錯了 但是 他先去摸機子 聽到心跳聲才去推牆 他可能推牆這樣子 用意就變成說 我看一槍 推一個板子 然後我要跨窗加速走 但是因為這樣子 在原點的時間太多了 他的雕像會很好夾 所以是不太明智的選擇喔 那這把他們要打三跑的狀況下 第一個人倒的這麼快 其實基本上後面除非 第二波六的人 第二個被抓的那個人 可以六 六掉最後全部的機子 那先在這邊修完一台之後 即使也快修完了 那這邊的話 用兵可能也只是卡爾明 畢竟槍已經焦了 那這邊的話 主要是先卡爾明 好像想要偷偷的偷人 但是最後也是沒偷到 穩定的壓到時間 真的要飛的時候 才走 那這邊的話 祭司已經不在那裡了 只是個幌子 那這邊的話 好像是故意先把這台祭司給壓好 那這邊的話 帶的是閃線的話 其實 拍門戰對求生者來說 會很有利 因為他沒有帶底牌 他是瘋創一刀 那這樣就變成說 第二波在六的那個人 真的如果可以六到底的話 他們還是很有機會可以三跑 對 因為狀態是滿的 血滿 技能滿 有鳥 那這樣子的話 呃 這邊的話 得繼續開始做追擊 然後下一個被抓那個人 是先知嗎 看到就不會放過你了 這邊雕像是全滿的 而且還有閃線 非常的危險 好 這邊斜側夾 沒有夾到 那這邊的話 繼續往前走 那這邊 剛才旁邊有 已經推了一個牆 可以做利用 跨了之後 要不要推牆 推牆的話 還有點機會 沒有 那這邊的話 去往前走 冒剛才的風險 但是在這邊的話 教鳥打一刀 那這邊的話 墳墓區本身 是機子 已經是壓好的了 但是有沒有修掉呢 剛才有沒有補掉 不太確定 因為鏡頭剛才沒有給到 好那這邊的話 要繼續慢慢跟他 博弈打你一刀 斷你一路 你不給我夾 我就直接K你 那這邊的話 用兵的中 中間大房機 只是六層了 那這邊閃線過去了 不給機會 那這邊再打 唉唷 差點這個雕像 保護到他 那這邊 就變成 墳墓區的還沒有開掉 唉開掉了 那這樣子還差兩台 那這邊絕對不能 不能雙倒也不能過半 不然他們這把就沒機會 那這邊的話 有博命的話 如果不趕快去救 也有點危險 這邊想要先斷他路 但是這邊再不走的話 你要過半了 真的想過 想過半 想過半 卡滿這樣子 其實三 三跑先知會很不利喔 除非先知告訴隊友說 他的鳥快吸好 這可能就有希望 對 這個人就是 還有希望 好 我這邊看到他了之後呢 翻版過來 然後這邊要做博弈了 這邊的話 斗魯要怎麼做處理 這邊的話 余山要怎麼做 手藝的動作 然後這邊開始放 放雕像 這邊先給你卡時間之後呢 打下來 然後這邊的話 沒有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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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還沒打到 雕像 哇 有沒有打到 哇打到了 還是先知 那這邊沒辦法啦 因為這邊 機子才剛七成 三成的祭司 至少要修到 還要十五秒的時間 對 很難很難 那這邊的話 最後應該只剩下 因為永遠有三個護腕嘛 那祭司的話 也快要有兩個洞 那基本上他們要 呃 跑一個是很有機會 但是這樣子的話大比分 哇 這邊又被夾到了一下 但是直接亮機子了 那這邊的話變成 直接過去追大門了之後 地窖在墳墓區 祭司先提前做 逃跑動作 那這邊的話 傭兵還有護腕 先彈走了 好 那這邊的話 直接走了 沒辦法做牽制 然後祭司又再回去了嗎 應該就是想要保一個山抓了 是 但是追傭兵是有風險的 嗯 嗯 哇 沒有看到 那這樣子的話 欸 不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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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邊沒點啊 哇 這個祭司一直剛才 鏡頭沒給 等到他們講了 才發現到 正在這 撞臉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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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祭司怎麼了 小門 如果小門這邊躲不掉 你早該蒙點門的呀 怎麼會一直躲呢 那麼溝通是不是有什麼 什麼什麼 錯誤啊 他有洞的呀 他剛才亮了門的時候 有兩個洞 足足可以一直來來回回 不斷的去開這個門 那剛才用兵還有兩個護腕也很有機會直接彈去跳地窍的 這個祭司裝臉啊 這邊好像進入選角了 然後這邊是月亮河公園 什麼 月亮河公園啊 他的求生者很不妙喔 那幫幫跟雕刻 但是放了女巫 你拿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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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如果有個突破點 我打機是針對我搞不好看 他的平衡有水 這地圖就算不玩女巫也沒差 說真的 地圖能發揮監管太多了 是的 平地大地圖 平地最空曠的地圖 對雕刻來說 他可能遭遇了監管者的機會就更加多了 是的 但是 玩玩這邊沒有選擇拿雕刻 呃 祭司可能要點 那應該四班雕刻了 那張雕刻選了守護人 那張雕刻就沒有什麼秀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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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變成前鋒野人的先祖 感覺是不想給他們機會有個秀 但是放了雕刻出來 就是應該是有可能要帶傳送的那種 那這個陣容就有一點點的 有辦法延續受牽制啊 或者是可以快速抓人的那種角色 像祭司的話可能本身也不會有太大的 太大的 太大的 嗯 作用 保平三跑為主 對對對 那接下來 余生選擇的角色就挺多的 像這種 像這種我可以拿一個 那麼這把 可以拿 可以拿 說真的這把 余生如果只要三殺 對 三殺就可以確定 就會確定那個 這個 那個 他們 ZQ進去從 那個 都無淘汰了 所以我覺得 安安應該是個最好的保平選擇 欸 紅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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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 紅夫人這個屁股也很香 對 但是很容易在打拼 但是如果萬一說的 沒有那麼的 那這邊的話 紅夫人輸在 大房裡 一出來到終點站去 那點錢的話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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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木人 那 他的鏟子 沒講還是可以 但是要把他逼出來 好 交了 那這邊的話 有個底牌加一刀 那這樣子 打開門站也非常 綽綽有餘 那這邊的話 再繼續找人 這邊 有看到嗎 沒看到 太遠了 那這個娃娃會看到嗎 欸欸欸看到了 哎呀 那打的話 人就用回去 啊走位卡到了 嘖 哇 這裡這樣子 機械師 再起點站 就虧了 這邊逼你 哎呀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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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上車了 機械師 你怎麼上車了 哇 這裡真的 賊尷尬了 哇那這樣 哦好娃娃扛到刀了 但是 這邊的話 已經兩個鏡箱沒有錯 是平起跳 但是 你們旁邊那邊 機子修的慢啊 哎呦 閃線還留著 那這樣子 下一波 哎呀呀 剛才前面原本 拉扯的一波 其實可以 讓那個機械師 好好 在起點站 等著紅褲來 也可以 哎呀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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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怎麼會 直接 過去了呢 那你不如 打了一刀 往大房走 好這邊想把大洞 打掉 但是打到了這個 傭兵 哇 哇 我的天 這是怎麼回事啊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 接著大洞之後 傭兵還穿洞過去了 確實 卻卻想不賣的不行了 哇 那這邊真的是 紅褲應該 基本上是 前面的拉扯的那個 弱勢全部都補回來了 這個真的 愛也不賣都難說啊 現在根本沒有一個人 在修機械師說 哎呦喂呀 這邊還要壓滿救嗎 想要讓他 讓隊友有時間 打滿狀態 對 但是現在機械師 四台呀 哎呀 這邊蓄了一閃 沒有 沒關係 反正現在這邊 綽綽了他綽綽有餘 鏡像撐兩秒一秒 出來 好一放 然後這邊就直接包著打 那這邊確定機械師被放飛了之後 現在還在打狀態 打好傭兵的還沒打好守木人 那現在這種局勢 哇 直接切傳送了 哇 這邊又傳回去 哎 哎 是不是去錯地方了 哇 那這邊的話變成 守木人的鏟子 現在被騙到可以馬上果斷去追祭司 好這邊打出來 哇 那這樣你走不了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這邊就往前走了 不想干擾到隊友修機 但是這邊有點難啊 這邊只能靠這板子 拖他的技能時間出來 那這邊的話 還有10秒的技能時間 那這邊 最多撐了10秒之後 就要再吃一刀 但是這邊採一板之後 守木人這邊可能就要吃刀了 如果沒有交鏡像 就比較有點虧 那這邊交了 好這邊再打一刀 哇 差點震懾 好那這邊的話 機子已經修掉兩台 加上機子那一台已經九成了 也差不多修掉第三台 但是又想要再騙一個護腕 唉呦 唉呦 那這邊的話 車子的話 鏡像好了 那也可以上去之後再把它轉過去 但是車老早就先坐了 不等你上來給你時間做鏡像 那現在又被逼第三個護腕了 好那這樣子的話 好那這樣子的話 目前機子已經修掉三台的狀況下 傭兵那一台應該至少有一半 那有一半的狀況下的話 還有新的一台要修 那這邊的話打了遠洞 只要你再打血我就過來 但是 守木人不敢進去阿 怕人家打倒了個麻煩 確實是沒有錯 因為旁那邊有機子在修 那這邊要做完牽制之後 如果傭兵把那台機子趕完 然後再 哇打了一刀 打到了守木人 抓到了 他將傭兵補得完他那台機子 然後再來就剩下那個 祭司的機子 那只要在開門站的時候 亮機的時候 守木人可以至少撐一下 但是有點難 因為現在洪夫人有傳送了 用兵剩一個戶外 然後這邊的話 呃 他也可以用鏡像的方式 去把守木人秒抓掉 然後這邊的話不彈 因為這邊彈的話他 就沒有技能打開門站了 這個傭兵 對 那這邊的話就變成說 直接打一刀沒有交鏡像 打在傭兵身上 好跟他做博弈 那這邊要守木人果斷拉開 還有那麼一點點機會 就看他們開門站兩邊誰比較強了 那這邊的話繼續翻窗 再蓋板 好那這邊的話 還是一樣沒有逼到鏡像 想把鏡像逼出來 但是這邊還做了個比戰的動作 想解解緩嗎 這邊想找這個倒地的傭兵嗎 不可能在這個位置的呀 好那這邊的話如果拖到傭兵自戰起來 其實也不錯 因為用這樣傭兵可以滿血不怕他一刀 然後這邊的話翻過去 然後再比你鏡像 你不鏡像我們就不開機 但是這邊的話也差不多快追到了 不用鏡像 唉呦呦呦呦呦呦 唉呦呦呦呦呦呦 這這該不會要醬子追追追追個 追個一個小時吧 對 對 因為這邊只要不用鏡像的話 就很像是一個 廠長在追 沒有技能的廠長在追 對 唉打到了 哇 這邊慢翻 沒有馬上亮阿 對 應該說 幹嘛等太久睡著了嗎 我走 這邊 唉唉 這個鏡像 沒問題沒問題 這邊再繼續拉 好打到了守木人現在門 都已經一半了 但是祭司太多了 祭司鋼點 我這邊彈走 可以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 鏡像 但是為什麼剛才不直接 哇那個洞是被打掉了 唉呦可惜 剛才如果直接進洞 可以平局的 穩平的 但是這邊守木人已經快站起來 他得趕快過去 哇那這樣子的話應該是平局了 沒有錯 對因為這邊的話趕到了 因為他傳送用到的是傭兵的身上 如果是祭司身上的話 呃 不好說 等於傭兵剛才就是留了一個護腕 就是一定要留的原因 就是在於開門站 他有辦法立即躲掉那關鍵的一刀 哇 原本前面很烈的 但是後面把持住了 對前面真的太烈了 好那這樣子的話就是 是拿下來雙方平局 好那這邊的話 關鍵最後一把 曰陽盒 究竟會BAN出什麼 求生者監管拿出什麼樣的陣容 對打呢 緊張了 刺激了 如果他真的拿按的話 那會帶一個傳說 對 這邊選擇搬掉的是 MUJI MUJI 很扎實 很穩 這個BP 就是要讓你 前鋒庸兵先知 放你機械師 放機械師 所以不用做這樣子太多的爭執 爭吵 因為 講白了 這個 比賽就是這樣子 真的不用去討論說 誰到底爛不爛這個問題 沒有理由 就論 贏的人 他們 強 跟這把 玩得精不精采 這樣就好了 不然那些 多餘的 負面評價說真的 都沒有 都沒有 都不好 說真的 一定會有誰支持誰 所以就 看就好 不要做太多的負面評價 這把 女巫雕刻家 挑戰師 野人 祭司 出來了 怎麼說 太被安克制了 我覺得 太快了呀 太快了呀 這月亮河這張地圖 這個祭司在外面 你想在手勢上面拿到優勢 那邊是個野人 你雖然說 對吧 我覺得他可以卡著不救 我覺得 點不了 真的點不了 那如果退萬不講 你拿素散之魂 他一樣也可以這麼做 但是素散之魂你看看 這個祭司 是不是能完美克制 這個 機械師 也可以完美克制 除了這個調查師 對 如果他確定選了素散之魂 我今天是個兒子可以不放的 這個野人是用來針對什麼 這個野人是用來針對他的素散 哇 那這樣子的話 這張圖素散 東璇有素散喔 對面扯不下來的 喔對呀 是沒錯啦 但是東璇有玩素散嗎 我們好像沒看過他玩過 我個人覺得是安 這個陣容我覺得 如果要是我拿安打的話 這個陣容其實 追的速度不會慢 對 他不怕挑戰 但素散之魂他怕挑戰 也是 但是他最後還是 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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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面的話是 呃 條槍師 能打嗎 可以拿刀存在感 那這邊的話 帶的是 張皇跟一刀 那這邊的話 要怎麼處理這個條槍師是一個關鍵 而且這邊 這邊 這邊 這邊的話果斷都跟你下板子 這邊五板真的很好 六黑白 真的 第四 第四比較好 但是這邊他還繼續追 他怎麼做處理 因為他這邊本身也沒有那個 哎呦喂呀 這個閃一招的話就傷了呀 對 這個閃一招的話就傷了呀 這個閃一招的話 那個娃娃就能拚拚 但是小女這個走位應該是要 拿一刀了 拿不到結實刀 關鍵是沒用啊 他有傷水啊 嗯 那你開技能嗎 喔喔這邊先騙刀 這邊是一個細節 但是先打了一下給你開技能 但是現在 欸 這邊 哇 搖慢了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 要開技能 開始抓別人 這邊看到一個娃娃 對 那這邊的話問題還不大 因為目前 速閃都是打節奏的 不是打前期的速度 好這邊一打 我戳到了 這邊一個延遲刀器出去 然後這邊要怎麼做下一步的選擇 先把洞打掉嗎 沒有 這邊直接偷襲這個挑戰師 打了一刀 啊沒打到 哎呀這邊差點有機會震射 就像是不回 回 回 然後這邊的話又開始打了 回 就出刀了 對 好那這邊的話 旁邊的機子現在目前修多少 不知道但是有一台已經開掉了 對 這裡要倒了 這裡要倒了 對 這邊就是一個保 就看人脫 就看這邊 喔這邊迅一刀 打得漂亮 那這邊的話 屋子被趕掉 現在目前兩台機子亮了 那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三台機子亮了 因為現在大房的機子被開了 那野人的話 從對面趕過來了 現在兩台機的狀況下 你應該怎麼做處理 你怎麼辦 你怎麼處理 現在我只差一台機了 哎 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 能不能 哇 這邊的話 救下來之後再搖零 然後之後把人帶掉 但是搖了機械屍 為什麼 這邊的話 如果先趕快趕緊的 把這一個條屍帶掉的話 他才有掛人 守人的能力 但是現在野人到了 那現在 祭司已經要把那第四台機子開了 已經九成五了 哇 那這邊的話 有點麻煩了 那這邊直接傳送過去 哇 這邊差點 但是這邊 調向式還沒有上車子 好 這邊 抽一個漂亮的隔板刀 那現在又在掛了之後呢 現在想 打一個放血干擾 不讓你惡救 有機會 有機會 把祭司給逼過來 這個板子被踢了 有機會了 哇 那這邊的話 板子要蓋 哎呀 沒回到 哎呀 繼續跟他繞 這邊我就是不蓋這塊板子 啊打到了 但是現在 意義其實已經 這邊 技師站得起來 打了遠洞過去之後呢 來不來得及 應該來得及 因為調向式摸鞋很慢 這邊搖閃剩兩秒一秒 要不要搖過去 不搖 想用這邊小白打嗎 差到比較慢 好這邊打全倒 而且那邊是遺產機 但是那邊也是台遺產啊 那現在這樣子就變成一個拉扯了 而且野人是半台 比較多 而且現在搖過去的話 是一個小 黑 小黑就不太好抓人了 這邊的話已經果斷走了 那這邊的話可能機子已經差不多快壓到八成了 我這邊搖得很準 但是也是有點麻煩 這邊機械師是沒有自己的 這樣子的話很有機會打出三殺 但是四殺還是很難 因為這個祭司是滿狀態的 而且洞都還有 哇 真的 哇這邊直接傳送 欸 有人下豬 他剛下豬 他剛下豬 喂 他戳到了 機會來了 那掛起來之後呢 小白趕過去是趕得到 因為這邊機子比較多 有機會了 那現在條絲跟機械師 趕這台機子的話 是重修的狀態 喔 那這樣真的還不好說還不好說 得看他怎麼做處理 能不能夠防住機械師 但是不打算防 欸 一個反手一搖 搖到了 哇 沒打到 哎呀 這個好可惜啊 哇 一個高低差沒有打到呀 這邊只能拼正射了 哇 這個一個反手一落 糟糕糟糕糟糕 哎呀 那邊真的太可惜 一個高低差的蓄力刀打不到啊 那這邊機子壓好了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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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野人怎麼處理啊 呃 他能處理他沒出 他能處理 能處理也沒什麼意義了 對 所以說能處理個野人是沒什麼不用的 哎呦 還不給你好好給 哇誒唷威啊 搞人心態阿這個野人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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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了沒了沒了 可惜了 剛才 操作都是漂亮的 但是 不停的一直要思考著就是要四殺 所以才導致他沒有辦法很順暢的接著他的套路 真的 因為這把他出了四殺 別沒有其他選擇 所以他只能硬著頭皮這樣子打 不然其實這把這個速閃東旋這樣子一個準度 跟打法 要打個平局會很輕鬆 三殺也是可以爭的 但是就變成說因為他一定要四殺不得不這樣做 可惜了那這樣子的話應該沒辦法 因為門已經開完了嘛已經跑一個已經壓一個了 所以要先恭喜ZQ進總決賽 然後這邊的話 對 可惜啊那邊真的是唯一的機會 剛好一個高低差 然後這邊打到再一個 哇這個刀沒揮到 這邊再揮一個 哎呀打到了 OK OK 沒錯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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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